Hello 大家好 我是姜维 那今年年初我们看到了一大波大屏的8K电视发布 但时至今日他们在某电商平台上的销量 似乎依旧掰着手指头都能数得过来 索尼的Z主居画地系列也是如此 究其原因我估计 大概是因为你们还没有了解到8K电视到底有多好 所以今天就跟着我的镜头一起去看一下 这款稍微比较便宜丢丢的索尼8K电视85Z9G 首先大概说一下外观和参数 索尼85Z9G采用一块85英寸 分辨率为7680x4320的液晶显示屏 厚度达到12厘米 除了采用直下式LED背光源增加了厚度之外 里面还内置了比其他型号更多更大的扬声器 不过这电视也不是傻厚 索尼将扬声器放置在顶部和底部的边框中 营造出多声道屏幕生长的同时 还让整机的线条更有层次感 跟其他型号不同的是 Z9G采用的是双板结构底座 好不好看的简人简直 对于这大块头来说稳才是最重要的 好了进入对比阶段 为了避免先入为主 这里暂时把两款对比设备给照了起来 不过经过前面对外观的了解 我想大家不用看画质都知道 比较厚的电视那A是谁了吧 我们都知道目前这8K的内容打着灯笼都还比较难找 所以索尼的85Z9G配备新研发的8K逊瑞图像处理引擎Pro 它可以结合8K图像信息数据库 对其他分辨率视频进行画质分析 并且提供优化算法 将2K或者4K的视频提升至更接近8K的信号 从现场对比来看 同样播放4K分辨率视频 85Z9G发布电视A要比右边的电视B更为细腻 层次感更加丰富 至于到了更低分辨率的画面 电视A依然能够拥有更加清晰的观影体验 当然了